2名白衣男子不停大喊 我有怎样吗 但警方非常强硬 伸手一推 直接把男子压制上铐 被警方压制 男子跪在地上 双方都气喘吁吁 2名男子喝得醉醺醺 连警方压制都看反抗 但原因竟然是为了不能抽烟 男人说你不要吃烟 那那个是吃烟 喝酒或者是口气 比较直接 不知道 事情发生在高雄自强夜市 19号晚上11点多 2名白衣男子到一家热炒店 吃宵夜喝酒 想要在店里抽烟 被老板娘阻止 竟然生气 拿店里的椅子砸向冷凍柜 就是这样子甩呀 怎么这样甩呀 啥 都没有带东西 也没有带武器 2名白衣男子当时转在店门口大骂 一旁民众入影存证也赶紧报警 警方到场先把两名男子 拉到旁边安抚情绪 他们不领情直接动手推警察 反被道场远警压制在地 警方第一时间的时候 以强制力予以逮捕 有喷辣椒水予以逮捕 带回所内的时候 就以伤害 毁损 还有妨碍公务 予以救办 发生冲突当下 老板娘颈部受伤 道场制止嫌犯的远警 手指也挂踩受伤 事后两名男子的朋友 还回到现场 把店家的锅碗瓢盆打翻 两名男子酒醒后 直到闯下大祸 愿意和解赔偿医药费 但还是被依妨碍公务 以送罚办 记者梁嘉文李晨彦高重报道